朋友们好,感谢您的关注 今天聊一个大家伙都不愿意聊的话题 因为聊这个话题的话呢,比较得罪人 一般的人啊,智商比我高的人都不会说 也不会聊这个事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做 小人得志,穷人诈富 这两句话必须在非常熟识的人当中才能说出来 不然的话,你一旦讲某某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么会产生两个效果 第一,这个人非常是非 第二,你看不得别人好 很可能你这个头上就会被扣上这么一个锅 可是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 这种人还比比皆是 很多,只是我们平时之间呢 没人愿意谈 就像刚才我说的 这说这话的人,智商不够 就比如说像我 但是我们一旦碰到这种人呢 你真是很头疼 而且是怎么讲呢 给你弄的就是心情特别的差 什么叫小人得志呢 无非就是平时很普通的一个人 突然一下子做到了一个高的职位 也就是说比我们自己的职位要高 原来我俩一样 现在他突然一下子升职了 可是升职不可怕 升职怕什么 怕他拿身边的人下手 在这里讲呢 就比如说我们在职场来说 原来我俩同事 我俩都是一样的普通员工 但是呢,突然一下他被提拔成主管了 可是呢 我俩平时关系那么好 但是他升职以后呢 每天他都在找我的毛病 因为我俩之间太熟了 所以说我有什么一些问题 有一些什么小毛病 他心知肚明 所以说在这里来说的话呢 他要想熟识我 信手拈来 那么呢 我们就感觉这个人 这就是小人得志 太可恨 谁身上没点毛病呢 当然了 如果说是我们这个问题 自身上的问题影响到了工作 那么你熟识我也好 或者说是批评我好 教育也好 或者说是再扣我钱 罚款也好 我认了 可是呢 有一些小的瑕疵 不影响到工作 但是呢 他有事没事 也拿出来 把我举个例子 当个这个什么呢 当做一个枪头鸟 出头鸟 所以说这就是感觉 我心里这个人哪 不可教 小人也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也是同样的这个例子 比如说我求到他一件事情上 平时呢 两个人也是笑面火 我们常讲的 这个人呢 我们平时关系还不错 但是呢 我有个什么事 他突然一下升职了 我呢 找他办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问题 马上姿态 就像我们看小品相声一样 那个姿态 摇头晃脑 这个不行 那个不可以 这个有这个问题 那个是 就是总之 用一切的借口 不给你去办这个事 这种人 我们就感觉什么 这种人太狗了 平时你看 咱们有说有笑呢 是吧 可是呢 就这么点芝麻绿豆的事 你没做这个职位的时候 人家 我一个电话 或者随口打声招呼 这个事就给办了 但是呢 我们平时时间相处的关系还不错 你这一下子好不容就这么点事 然后你就当成一个多么大的事 各种刁难 就是不给你办 这是小人得志最可恨的地方 我们也能够看出来 就其实这种人呢 他平时 因为我们职位都差不多 或者说我们生存环境 家庭环境都差不多 生活水平都一样 可是一旦他比你高出那么一点点来以后 他认为什么 他认为我必须要有一个人设 所谓的人设 我就要利用我这一点 让你呢 对我不要像再像以前一样了 但是这种人 是最没出息的那种人 而且这种人还很多 这种人最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明显的一个特征 就是这种人 平时交往的时候 他也是比较势力 而且比较是非 有事没事 他都给你扯上点别的事 还有一种就是穷人诈富啊 这个事呢 我们怎么讲呢 就是不太好说 穷人诈富的 其实很少 无非也就是我们近些年呢 有一些外财 所谓的外财 大部分也就是我这块地被占了 或者我那块有个房子被征用了 这么样的一个诈富 再有中彩票 那是几亿个分之一的事 说几率比较小 所以说穷人诈富的话呢 无非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两种情况啊 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 现在你捡到钱 你都付不了 必须得交给警察叔叔 那么穷人诈富呢 就是最明显的两种人 一种呢 就是我原来穷怕了 谁求我来 或者跟我来借钱 我都借给他 不管他能不能还得起 但是我面必须得有 那这种人就是一种比较糊涂 就是有点糊涂蛋 不过日子 对吧 这种人就是肯定 这个钱 他也攒不下 因为他没有 没有这种大额 这种收入的这种敛财 或者叫做什么 叫做这种支配的这种 这种理念 所以说呢 谁借他都是来借 不管说是张三里四王二麻子 不管他家里有没有钱 你来借了 行没事有钱 这种人我们一般的就是说 这种人好不好呢 好 但是这种人 没有发展 第二种就是什么呢 有钱了以后特别吝啬 全花在自己身上 而且这点钱也全花在面上 吃喝 这个这个啊 后面咱就不说了 这个因为不让说 是不是 穷人能够守住财富的很少 尤其像这种意外之财 但是最可恨的人呢 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一点 小人得志 大家一定有提防 身边有这种人 一定要远离 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因为也有很多的一些实际的案例 真的 他只会对身边原来很好 非常熟的人去下手 感谢观看